今天星期二 米格亚先知在天主面前 摆出了以色列子民的现状 要求天主如同一个牧人一样 重新拿起牧障来牧放以色列子民 他们感觉到自己写的所有的处境 是因为天主远离了他们 《圣经》当中我们提到了 巴桑和吉雷阿德 其实巴桑跟吉雷阿德呢 对我们是很胜疏的 但对犹太人那却是肥美的牧场 一个在南边一个在背边 犹太人是以幽木为主的 所以这非美的牧场 必定给他们带来生存的包涨 以及富裕生活的前景 可是他们自己现在呢 就被另一帮骚扰的 侵夺的 只能够居住在天梗跟草莽之地 也就是说 如同我们一样 有非美的天地 我们种不成 我们只能够在偏僻的山坳 或者是说 只能够把那些荒芜的地方去开辟 这都体现出了一个 积不择实 不得包实的这种状况 甚至还经常的 空荒 害怕 害怕林邦来骚扰 这种状况 把这个土阿 摆在伊色列人面前 要求天主 如同一个牧羊人一样 重新地牧放伊色列自民 当天主跟天主的酸民 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自然而然的 就能够先是天主的荣耀 所以一个民族的姓圣 体现出了一个 圣的强大 这是国去犹太人 以及所有中东 连我们也是一样 人为是圣的卷顾 人为是圣的荣耀 所以 米格尔先知 所提到的这些 要求天主 列明他们 不要计较他们 使他们自己 过去的国措 能够践他的脚下 甚至丢弃他海底 这个图像让我们自己 能够想想到 我曾经记得在幼儿的时候 做了一个游戏 要招东西 其实那个 所招到的那个 小玩意儿呢 是在脚底下猜着的 所有的人招来招去 招不到 因为脚底下 使人无法发现 也就是相都想想不到的一个地方 而海底呢 我们想到 如果要是把人的罪恶救出来 还需要潜入海底 达非周章的 那么很鲜然的 米格尔先知 向天主 发出的这种祈祷说 天主 求你不要 永远坏怒 你是喜爱认慈的天主 求你再次 列明我们 把我们的罪 擦在脚下 不再挥顾 如果一个罪 摆在主岸上 摆在一个 最谢业的地方 那么就会 时时刻刻的 想起 这也是用认为的方法 来描绘 天主的慈悲与仁慈 我们知道 在任何一个场所 天主 都是清楚的 只是 对人来说呢 来描绘一下 唯有这样 天主就不会看着 我们自己的罪恶 是惩罚我们了 而会吃烈命 来拯救我们 所以他呼求着 诸仙的天主 你曾经像我们的 诸仙亚巴朗 伊萨克及雅各国 所使去的诺言 让你重新地恢顾 我们在 犹太人的历史当中 看到先知 想意识的资民 所发出来的 让他们自己 悔改反省 并且 拉进了天主 与他资民的这种关系 我们再回到 今天的马德尔福音 耶稣正在 和群众说话的时候 他的母亲和兄弟 站在外边 想和他 想找他说话 马德尔福音 给我们记载 耶稣的兄弟 跟母亲 想跟耶稣交流说话 练续地说了两次 圣经里边 给我们 重复的两次 这都体现出了 当时 他的母亲 跟兄弟们 在外边 关心耶稣的这种 态度 有人告诉他 这个话 传进来了 为了说一些 不同的人群当中 有人告诉他说 你的母亲和兄弟 在外边 想要跟你说话 他欢视着周围 会答的哪个人 执着自己的 受执着门徒们 以及周边的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他伸手指着门徒 说的 你看 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 这一句话 如果我们 初听到的时候 好像耶稣 这么 练自己的母亲 跟兄弟 说话的时候 就没有一定点的 亲情的成分 太胜熟了 如果要让我们 跟随着耶稣 连自己的母亲 都不认了 我们不应该 跟着这样的人 可是耶稣今天 像我们所述说的是一个 真亲属的关系 真正的亲属 而不是所说的 这种亲情的血缘关系 如果这些亲情的血缘关系 阻碍了我们 跟天独的关系 那么我们 宁可设计 亲情的血缘关系 也不应该 疏约我们 跟天独的 真正的亲属关系 耶稣 打破了我们的 与天父 之间的关系 说我们 说我们的天父 你看看 当我们自己 祈祷 阿爸父啊 让我们自己 把天主 视作是一个 思想的父亲 而不是一个 严厉的 审判者 所以 我们的今天 对天主的态度 是父亲的态度 还是审判者的 监督者的态度呢 耶稣 既然 拉进了 我们跟天父 直接的关系 我们跟天父呢 就有一种 密切的 亲切感 就如同 他今天 像我们所说的 母亲一样 耶稣的这些话 并不是 冷落 庆史 疏忽 这种亲亲关系 相反 耶稣 知出了一件事情 称行天父 旨意的人 谁遵行我天父的旨意 就是我的兄弟 姊们和母亲 我们不要忘记 马途敷衍在开始的时候 玛利亚 回答天使的话说 我不认识那样人 这是怎么能够成就呢 天使向他说的 在他自己不理解的时候 他仍然地回答 我是上主的辈女 远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在耶稣 十二岁 进入圣殿的时候 丢失了耶稣 他仍然不理解的时候 仍然把这一切事情 墨存在心中 繁复的思想 奉献耶稣 圣殿也曾经预言了 圣经当中 圣经当中 耶稣的态度 以及耶稣 受制着这些门徒们 所说的 这是我的兄弟 我的姊们 来 让人 用文字性地去理解 这些人 都是玛利亚的 孩子 也就是玛利亚 也就是玛利亚所生的 其实我们自己不要断章 其意 不要片面地去理解 我们看到 耶稣在十字架上 把玛利亚交托给 若望 这是你的无亲 这是你的 儿子 这种交托 体现出了玛利亚 并没有其他 孩子 所以 这是 分立的弟兄 分立的基督教弟兄 以词言语 来 推论 如果真的 真要去推论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 顺利成长的人 这些人都是 玛利亚的孩子 其实 这叫错误逻辑 而我们今天 看到耶稣 向我们所说的 不要把这个 关系放在了重点 而重点呢 是放在耶稣 所说的 成形天父的旨意 到底谁是 成形天父的旨意呢 那今天 我们也还提到了 一个和谊 其实和谊呢 并不是真真实实的 我们仔细说 歪歪串 他的一模一样 谁成形天父的旨意 那些没有认识 耶稣 没有认识教会的人 他们仍然 跟着自己的信走 仍然尊着 良心去做事 他们也是 仍然在尊性着 天父的旨意 天父把 天主的诫命 防止在 每一个人的 良心之内 一个生活在 爱内的人 一个体谅别人 为别人着想 为周边的这些人 服务于照相 同情与爱的人 都是成形天父旨意的人 或许我今天 把这个概念 说得有点 扩大了 其实并不扩大 都是天父的儿女 所以耶稣的今天 教训我们身为天父的儿女 我们师父 真的把天主的旨意 成形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贵为天父的儿女 让我们今天要反省 耶稣知这些人 要想成为耶稣的真亲属 要想跟耶稣将来一同的在天国当中 成形天父的旨意 我们必须去遵行天主的旨意 凡是遵行天主的旨意的人 就是那耶稣当兄弟 当资门的人 我们这些持核耶稣的人 如果仍然没有获出耶稣的生命 耶稣给我们留下了最好的标率 他来就是为了成形天父的旨意 他所成形天父的旨意 真的是在山原祈祷的时候 体现到了高佛 夫啊 免去这样的悲交吧 但不要碎我的意思 耶稣明明白白的知道 走向耶路撒冷 在耶稣有回来的机会了 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 去哪里要交付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领着门徒们 即便是门徒阻拦他 劝住他 多么说 主啊 说出了耶路撒冷的这些危险 他仍然要去 因此多么说 既然师父要去 我们也去吧 去跟他一通的受死 你看看 那个时候都已经明白的 知道耶路撒冷是首次 所以 耶稣面临着 被鞭打 来刺罐 被钉在十字架上 痛苦的挨过了 剩余的生命事件 没有丝毫的术实感 都是在痛苦的交付完成 体现出了人类罪恶的身重 所以 他在最后 向天父交付在那一句 父啊 完成了 真正的完成了 天父的旨意 我们自己 在痛的时候 在难的时候 在苦恼的时候 不是顺服 而是抱怨 所以我们每个天主的儿女 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